我經常思考愛國者治港最高的境界是甚麼 可以創造甚麼的建設力量和價值 愛國者治港最基本的標準 當然是不容許會叛國家和香港利益的叛徒 或者外國代理人進入立法會 危害國家安全 破壞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但是愛國者治港原則 應該有更高的層次 第一是團結做事 凝聚力量配合起來 共同為同一目標做事 第二是互動共識 議員和官員透過互動 溝通凝聚共識 達至同一目標 第三是視野高度 愛國者治理香港 看問題的時候 既看樹木 更看森林 從大局觀 國家觀 國際觀出發 共同創建香港打拼世界磁裂的致性力量 中文字幕提供 共同創建香港 選擇 共同創建香港